一直都是弱势群体的战装射手 这次真的要站起来了 作为游戏体验最差界 玩起来最令人难受的位置 待射已经被抛弃好几个版本了 而就在最近 游戏不仅把暴击装备进行了调整 还上下了两件新装备 分别是竹风和破空 竹风小李已经讲过了 是真的不太适合待射 那另一件装备 破空 能否成为待射的咸鱼翻身神器吗 和竹风相比 破空的属性要强悍得多 有物攻加成 有暴击 有生命值加潮 这已经要比常规的物理输出装高出不少了 还有两个非常实用的被动 被动技能破甲 使普攻降低敌人10%物理防御 主动技能破空 强化下次普攻 造成额外伤害并击退敌人 破空的破甲效果 与常规装备的穿甲不同 是必须要普攻触发 并不是所有伤害都能直接附带穿甲 也就是说 只有射手这类依靠普攻输出的英雄 才能发挥出破空的最大作用 主动技能还给待射提供了 额外的保护自己的手段 本来待射就因为腿短没有位移等问题 经常一不小心就团战暴毙 导致毫无作为 或者被刺客盯上 影响整局游戏的体验 但现在有额外的击退技能 大幅度的提升了自保能力 再加上雪道新增的回血技能 后期出到这两件 就很难被秒杀了 那待射真的会因此崛起吗 答案当然是不可能的 虽然说这件装备 给了待射额外的生存能力 但是呢 现在待射生存能力差 并不仅仅是因为被天敌刺客盯着 还有各种憋怒大跌 一旦敌人的对抗路英雄成型 不仅伤害高的离谱 身板还贼硬 还有各种霸体技能 可以顶着待射的击退和破甲 终结一场团战 另一方面 这个主动技能还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冷却时间过长 高达60秒的冷却时间 并不能保证 每次都能挡住敌人的切后排 真的想要提升容忽率 还是出肉装个合适 那既然保命装备不行 就当做输出装来出 破甲的输出能力也还不错 普攻触发的减护甲技能 就算在后期 也能发挥出很大的作用 但是呢 特攻看似什么属性都有 唯独缺少了射手最需要的属性 攻击速度 作为射手出的攻击装备 攻击力没有无尽高 破甲效果虽然跟暗影战斧不相伯仲 甚至暗影战斧还没有暴击率加成 但是暗影战斧的优惠的价格 可以更快速的提升战力 唯一又贵又是相同定位的装备 破甲 也有一定的攻速加成 不看攻速 只看爆发伤害 那么破空能打出来的瞬间爆发伤害 是绝对比不上宗式的伤害 所以 破空由于没有攻速 保命手段也不太实用 小李觉得这件装备 并没有让呆射站起来的能力 小伙伴们觉得 这两件新装备 谁更厉害呢 关于两头论哦 拜拜